詞曲 李宗盛 魯彥 詞 曲 哲平 曲 哲平 曲 謙主 環節 各位好 各位觀眾好 今天其實我也非常緊張 因為我前兩部影片都有來過金馬響 可是我從來沒有來到現場和觀眾見面 所以這一次我非常非常珍惜 其實有很多話想要跟大家說 可是我突然間都忘記掉了 不會 等一下一定會問很多人 會沒有問 勾起雲 那你講 我就想要講的一個心裡話 就是說其實我跨別七年都沒有拍電影 很多時候很多東西都會被遺忘掉 可是台灣的觀眾都沒有忘記我 我覺得我會非常珍惜台灣這個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有金馬獎給我這個勇氣 去拍響路飛飛 還有另外一點 有風飛飛 因為有風飛飛可以讓我繼續講 謝謝大家 小燕姐姐姐姐 所以謝謝台灣 我也很珍惜你們了 所以我下一部影片 也是決定在台灣的台北這個地方全景拍攝 謝謝 導演其實跟台灣的編緣很難卷 剛剛導演提了他的八八腰跟十二連花都在金馬獎 影展一年過也入圍過這個金馬獎 在前面那兩個作品帶給我們很多很驚訝的新加坡的歌台文化 這個我們是不了解我自己做觀眾 我也是看那個電影才發現哇原來新加坡這麼多人聽台語歌 然後裡面甚至還有台灣很熟悉的這個台語歌 這一次還是有很豐富的音樂元素帶給了我們鳳飛飛 我想這個片應該是台灣觀眾可以最有感觸的 因為對台灣觀眾來說 鳳飛飛不只是一個歌手 她同時她的歌跟很長一段時期窮瑤的電影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她又是一個非常好的這個電視綜藝節目主持人 所以有非常多她的節目 但我們就要倒過來問了 因為我們不知道她在新加坡的這個狀況 當然為什麼想到把鳳飛飛的歌 鳳飛飛的這個形象 鳳飛飛的這麼重要的元素穿進這個故事裡 當然我們看到的那個開那個停車票的這個名字 跟這個有點接近 跟大家談一下怎麼開始構思這樣的一個故事 把鳳飛飛小姐的這個事情接到這個電影的故事 好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爸爸媽媽都非常喜歡鳳飛飛 那我記得幾年前 她來到新加坡的室內體育館的時候 鳳飛飛姐說 她將會再回來最後一次看她的演唱會 所以那個時候自己忙著拍戲 所以都沒有辦法帶我的爸爸媽媽去看 所以一直看望著說 可能多兩年後 飛飛姐就會再回來了 所以那個時候 我 當我去國外的時候 我就跟我爸媽說 好 我們下一個Concert 我們一起去看鳳飛飛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在 八十年代她在我們的一個海盲劇院演出的時候 那時候我大概八九歲 我有看到 我爸媽非常喜歡 所以希望她來不去 可是沒想到就是說 就收到一個消息說 飛飛姐走了 就覺得非常非常有遺憾 那我既然沒辦法 帶我爸爸媽媽去看 鳳飛飛的演唱會 那就拍一部影片 讓她們可以就是 重溫一首首的經典的歌曲 我覺得你這樣說 我們更可以理解 這個電影裡除了 這個女主角的歌手夢 跟鳳飛飛小姐的歌穿在一起 很重要是她跟父親之間的一個關係跟感情 我想這個也跟你剛剛提到的這個創作的這個有關 那待會我們就給大家這個 跟導演交流 跟提問 你對這個電影的感覺 他非常想知道 那給大家提問前我再問一下 鳳飛飛有這麼多歌 為什麼你獨鍾這幾首 然後你選擇的理由 當然除了情節之外 有沒有一些個人的想法 個人其實我很喜歡 《我是一片》這首歌曲 是很簡單 可是我覺得在不一樣年級 你在聽首歌 你只有不一樣的感受 而且這些歌曲其實是 有在我們的Facebook挑選 是 還開拍之前 還有很多唱片公司也非常幫忙 因為有些歌曲的版權我們找不到 這些是我們找到 而且很辛苦的就是 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的 Recording Comedy這樣幫忙 對 好 我想最後一首掌聲響機就不用說了 有寫有淚的人都會有反應的 八八腰其實就是那個 Papaya的諧音 然後三六八八其實就是 就是方言的幾個 就是有點像響入飛飛 沙漏飛的感覺 所以就用了三六八八 對 三六八八 那觀眾就其實很習慣說 如果沒有用數字的話 我覺得很怪 所以就用了這個數字出來 是 好 因為我覺得在娛樂圈要找到一個 我覺得在娛樂圈要找到一個 非常真的一位藝人 是很難的 那我覺得 那我覺得蔡淳家 本身很喜歡 就是 就是 風吹飛飛 而且 她 我是一個平直覺的一個 我來選她 是 想跟大家分享 她最後一幕 就是唱 雜真強行自己的時候 不是對罪的 是現場受贏的 你也看到她一個有 摩尼特在那裡 所以她要控制那個情緒 要把這首歌唱好 而且她覺得說 菲菲姐的精神是 每個歌手都一直 這種推動就是讓每個歌手 一直繼續走下去 站在舞台上 非常的容易 可是 穿得漂亮的衣服 背後都是 人生的依靈和傷害 她演得很好 也唱得很好 她沒有模仿菲菲姐的唱相 用她自己的方式 唱出那個感情 我只是要 發問她的問題 稍微問一下 你剛剛跟她講的時候 她會不會有壓力 因為她畢竟是歌手出聲一樣 她重唱 風菲菲的歌 她有一點壓力 就是說 她覺得說 一定要唱得很像 CD quality 就是很好 可是我說 不要這樣子 不要用這樣子的技巧 就這樣子從心裡面唱出來 那有些瑕疵也是美的 所以 那很快的容易那個戲裡面 對 你還有眼光 我們都沒有想到 蔡傳家可以演戲演這麼好 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人生中 我可能剛剛過了39歲 所以 對人生有很多不一樣的感覺 那我是一個很擔心 忘記的一個人 我覺得我們人生 什麼是人生 就是很多不一樣的片段 出不起來 這就是人生 所以我想把最美好的東西都把它記載下來 就這樣 這是一個新加坡的現象 因為這是我們的一個 當我們在好像正常的場合說 鳳飛飛來的大家都會跑的 就是這是一個捆來的 然後 現在他們處於的一個狀況就是 他們全部都會被機械化這個東西被取代了 那我覺得每一個人都 他們屬於人生比較邊緣 邊緣的那一群人 我覺得我想要通過的影片 給他們這一把聲音 在電腦裡面 所以就覺得 還有這個東西 對 所以現在是還有 少數的地方還有還是已經都被取代了 不然 我看多多可能三年都完全被取代了 所以其實就是 因為其實之前 從八八八到十二連王 已經嘗試過這類型的手法 然後這一次我覺得 現在那個 音樂這個角色也是慢慢的在改變 所以我就覺得這一次 就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表達出來 因為我覺得 對比起的歌不需要太多的那種 音樂 就是他的歌詞和曲都已經很強了 所以我就 這是很刻意的 很壓抑著自己說不要 其實有很多部分 我已經拍了 甚至還有 他藏著那個俏俏門 還會拿著雨傘飛上天 可是全部都被撿到了 很可憐村家 DVD的時候把它收回來 對 全部把它剪斷 村家就很傷心 他說掉了五樓 拿著雨傘飛 那些很多犯牆的地方都把它剪掉了 覺得說還是簡單 總是解釋的那一款 比較重要 是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覺得我們想要帶出 不一樣年代的DVAR在裡面 而且我覺得每一方是其中一個 非常經典的一個DVAR 那就 其實也很會很思念的每一把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們應該把這個每一把 而且他們兩個很明顯是不同類似的 是是 但是都是經典 是經典 所以都是總部一樣風格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第二個問題是最後到底有沒有找他爸爸 最後他有沒有找他爸爸 那這個其實我就讓你們去猜 其實剛才最後那一幕是非常重要的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線索在裡面 其實我們在設定飛翔這個角色的時候 是有在考量就是 我覺得這個角色就好像 像 飛翔裡面的 裡面的一首 我們的消費飛翔裡面 他很喜歡那首歌就是 我是一片雲 他就好像那一片雲 永遠做目 不定 你越想要靠近他 他就會想離開你 所以我覺得 可能也是在我的世界之中 我會覺得說 在我的生命裡面 也有一些人就是很莫名其妙的出現 也莫名其妙要離開 所以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一種現象 所以我就 就 通過 也是經過我自己的演出這首歌 就設計他的角色 就 不說 可是有時候他會出現 然後又又離開你這樣 好像他跟他過去有很多的事情 是的 好的 其實我 我拍了 在拍 想錄飛飛的時候 我大概 在新加坡拍了三年的 獅子證的廣告 所以 其實這個故事 是來自一個 真的 一個case study 所以 我就跟他 跟這個人聊了之後 就有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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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ea出來 然後其實 想跟大家分享 當我在拍這場戲的時候 當他們在跳舞的時候 工作人員在旁邊 都是在裡面 因為我覺得 其實 雖然放智慎的這個radio書 他活在他的世界裡面 可是 他是幸福的 因為 我拍了這個之後 我跑去廁所 可能過了一輪 我在想說 看我人生 走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跟我跳舞的是誰 可是 但是在現在 完全沒有一個人 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 尤其是幸福的 因為他有一個 他 在腦海裡 永遠愛著的 所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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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